我们继续把没说完的说完 那么这个歌呢 这个振养鱼更富万 实际上这两个挂就一振一反 一个像钵鱼 一个像碗 像什么这两个都一样 一个振过来一个倒过来 那离中虚 因为阴的嘛 给人感觉断的是虚的 那看中吧 实际上啊 这个中间呢 是阴主物质 是一个固体 它本来应该是实的 那么 坎中满呢 说阳的反而满 因为它这个气啊 是能量 是非常的大的 虽然它是无形的 记住一定阳是无形的 我们通常会搞反 那这个就很严肃 你看这个宇宙 都转星移 各种星球这样转 它没有一个气 一个冲突的气拖着它 是不行的 那么这个气就宇宙间充盈着 非常的 照满 那 对上缺 只是看这个像来说 上面是缺的 逊下端 阴的虽然是固体 但是 它 只有这么一块 除此之外的 就显得 很空 那么这个 八卦类像啊 我们前面说了 要很多了 把剩下的 没有说的 钱为贱 天行贱 君子以后得在物 那么 帝是昆 就是包容 昆就顺 大帝是母亲 你不管什么 放在地里面 它都能长出来 它都能给你 容纳 随着千年万年 以至更长 它总有一天 会给你这个 化为 这个 无有 化为其他的 慢慢就消融了 昆也为负 这个我们都说过了 钱为手 震 动 这个震呢 实际上是钱的 钱挂的长子 它会继承 有一天 它的位置 那么所以说 这个挂的 这个 在六爻派里面 这个钱 震 纳的 甲 都是一样 以后我们可能会 设立 那么 这个 剩下的也都说过 那 训呢 为入 知道这个风呢 它是无孔不入的 就像我们这一次 瘟病 有的人在家里 怎么就得了 这个自然的气 它是无孔不入的 你房归房 房不胜房 那么 砍没线 中间 不是砍中码吗 怎么线呢 因为中间是无形的 那么 离为利 利 也有负利 负利 就是附着 在一个东西上面 比如说火柴 不管什么 它这个火 单独不会存在 都会附着 于一个上面 同时呢 也代表量力 这一字多义 古人这个字 用得非常好 那根为止 就 手 指挥交通 这个就代表停止 对 在古代 有说的意思 那当然现在 这个对为金呢 有的人可能会想到对线 我们也可以这样去议会 也有这个喜悦的意思 那其他的 也都说过 我们 继续后面的 这个 战刮游戏啊 这也有很多种战刮的 这个方式 还有像素 有理 下节课再说 来不及 再说